我第一次离大宝这么近 穿得好像婚纱一样 我想问一下安然 这个怎么就这样冲上来了呢 大家都没有想到 我也不知道吧 我在这要感谢一下我们的 忧伤诚还有瑜伽对我的支持吧 所以我知道黑丝宝宝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 然后很会就是怎么说理财的人 怎么想到做这个事情了 雪雪你太漂亮了 一下子不要说什么了 有时候呢就是一种缘分吧 没想到这次还能走上红地毯 真的很感谢YY 很感谢我们的忧伤诚 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的店铺哦 谢谢 OK那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 我旁边的大宝 那作为一个忧伤诚的冠军 也是今年我们娱乐年度 第一次设立这样的奖项 有什么想要对爱你的粉丝说 我爱你们 永远爱你们 好我们也爱你 来请三位稍坐休息一下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这组走过来的是小水 介绍一下 好现在向我们走过来的 他们分别是今年最佳男主持人 第三名白浩 以及最佳女主持人第二名赛赛 来自瑜伽的白浩呢 真人真的是气宇不凡 特别的帅 老霸道了 难怪被粉丝认为瑜伽男神 是的 但她还有很多的代表作 比如说谢了兄弟王者之声 而来自于我们画社的赛赛也是 真的人非常漂亮 给大家一种精灵可爱的感觉 但在直播间呢 听说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豆逼 对 虽然长相是这样阳光灿烂行 但确实是一个逗逼型的 我不想离你太近 真的赛赛 你知道的 听说你在我上面是吗 对 所以你是第二对吧 对 所以我可以给你撵下去吗 不可以 其实我想说白浩 你站在她这个位置 你有什么想看的想说的 阿平 阿大 哎呀 我听说啊 白浩知道这个我们两个 要走红地毯的时候 死命的抗拒 浩哥你就这么不喜欢我吗 太平了 看看这个 好 暴击啊 完全的暴击 既然这样的话 来 我只能听两位稍作休息了 不过 听说你们两个又给粉丝准备礼物 对不对 来 请拿上来我们的礼物 给我们一个幸运数字 每一个人 来 赛赛给我们个幸运数字 几位数 9721 9721 2340 2340 好的 请长谷老师开启我们的抢金人活动 一个是非常可爱的熊 哎 你是有多爱我 那个是戒指吗 杜雷斯 什么 杜雷斯 我没听到 好 谢谢 来 请老师稍作休息一下 有请 那 获得奖项的小伙伴呢 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发放 请大家不要着急 是的 那接下来 要走向我们呢 就是 我认为今天晚上我最激动的一组 对 接下来向我们走过来的是 最佳K歌工会的第一名 瑜伽543 和最佳 最佳聊八工会第一名 5D 550 瑜伽543是瑜伽建会时的主频道 自2013年9月25日建立以来 543网罗了YY上众多K歌好手 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 现在的543频道 优秀歌手云集 管理模式先进 在YY娱乐K歌工会中 起着标志性的作用 是的 当然我们5D工会550呢 也是由我们的力哥 在2012年创造的 主要招收和推广旗下的主播 刚刚小水说了一句话 叫做 543的 这个优秀主播非常多 这句话我非常赞同 我就是 我也是 所以我们两个算543 最优秀的吗 燕总 现在必须是 你俩都 你说得很对 这个是我们雷子 大家也很熟悉了 这个力哥的二土地 那这次550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 感谢 感谢每一位5D的粉丝的支持 也厚爱 我们5D传媒会更加的努力 16年我们会更好 16年会更好 是的 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越来越好 那请两个工会代表 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表演 你在等待着大家 是的 现在向我们走过来的是最佳K歌工会的第二名 我们的IR831和最佳K歌工会的第三名 China 171 China 171是China工会2012年7月7日在宝哥及宝哥的一群好兄弟的协助下 China工会的名号呢出现在YY众多工会之中 2011年YY娱乐年度盛典成为China工会首次参加年度盛典 China工会在年度盛典上获得的奖项收获非常的多 不仅展现了China工会的实力 同时也给China工会腾飞铺平了一个未来的道路 没有看到我们的831是隶属我们一人工会的 在我们的南京艺人文化传媒有间公司 那目前的旗下主播呢 比如说有阿哲啊 王面啊 纳宝啊 独妖啊等等人 不过我相信一人哥今天一定会夸你的 你写了这么大 这是提前商量好的是吗 没有 我觉得这是我对831的一个崇敬 好来 请稍微讲前一点 然后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China主播171的沙拉拉 我是一个新主播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那个I2主播阿一 好谢谢 这么简短 哈哈就够了简单简单点 好没问题啊 请哪位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来有庆 现在走在红地毯上的是最佳辽巴工会的第二名 China4895和最佳辽巴工会的第三名 瑜伽1234 那么瑜伽1234是YY娱乐平台中 资深的辽巴频道 频道内美女主持 语言风趣幽默 话题多样 能够充分的与游客互动 并引导大家在愉快的气氛内 开始一个又一个的话题 是的 穿的4895呢 本着临门槛的终止 让每一个有梦想的人 可以开上直播的发展凝练 现在呢 拥有旗下主播200余人 优质主播达到50余人 而且在年度预险赛第二轮的时候 更是以辽巴小组第一名的身份晋级 说明很厉害 来 有请 先坐下自我介绍 我是1234的执行会长 我叫宙思 宙思你好 我是4895的主播 我叫项羽 项羽 好 我想问一下2016年有什么期许吗 对于工会来说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努力坚持 然后走向 继续再走向这个舞台吧 好 那我也希望项羽明年 能够带着个人的奖项 过来走一下我们的红地毯好不好 好 谢谢 来请两位稍微休息 谢谢 好 那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我们的样哥 来自于余家工会 阳光帅气会卖萌 擅长各种模仿 搞笑幽默的风格 在他的演唱方面也是实力满满的 更会自创喊卖歌曲 让粉丝大呼过瘾 是当之无愧的男歌手 当然还有我们的佟琪琪 也是来自于余家工会的 被粉丝称为清纯笑话女神 也是一名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偏偏要靠才华的歌手啊 那琪琪在外迅速窜红 一直以来支持琪琪的人很多 记得琪琪的直播间有一句名言 叫做二百万很多吗 也红遍了整个歪歪 来 尤其一两位 其实我一直想问琪琪一句话 二百万很多吗 请签名 是的 来 请签名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琪琪呢 属于青春可爱型的 那样哥呢 我一直都觉得样哥 是那种暖男型 对 暖男来 有请样哥 今天站在我的旁边 我有幸可以采访到你 你想就是和大家说些什么吗 此时时刻啊 感谢YYTV 感谢瑜伽TV 想来可能感谢CCTV 谢谢大家 那么奇迹呢 就是感谢YS这个平台让我认识很多就是支持我的朋友 嗯 好 谢谢 然后也谢谢两位 然后听说两位是有礼物来的是吗 来让我看一下 呃每个人给我一个幸运的数字好吗 我 就 几个几位数啊 是9018 9018 那奇迹呢 嗯 嗯 2307吧 2307 2307 请长谷老师开启我们的抢金人环节 哇 看起来很贵重 我看一下哇 真的很不错 这是 能够展示吗 呃这个可以好不好 这是什么 彩票 呱呱乐 呱呱乐啊 抽中了行啊 这个 说不定里面就有500万对不对 没准没准没准 看 好 来请两位稍作休息一下 我也希望样哥的抽动到这位粉丝哈 可以有500万